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合静 人口合 田径运动的静 在网上其实很容易找到我 钢瓦那合静或者钢瓦那贝壳都能找到我 我主要的特长就是能认不少的贝壳 真的不少 我自己亲手 就是拿着手上过 然后给他做过标签 打过标签 然后量过尺寸 拍过照 做过一整套的这种登记的贝壳 有将近三万个物种 有几十万枚 所以能认很多的贝壳 在其他的平台上也可能会遇到我的账号 但这个一刻我是第1次来 你还先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聊贝壳 今天给大家聊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基础的 讲讲什么是贝壳这一类的 贝壳呢和人的关系 这一个主题 大致呢 就是 一个小时 听完这一个小时 我会呢 让大家呢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贝壳 这些贝壳呢 和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基本上你会建立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在这 一个小时呢 我们不可能 讲很多很多的贝壳 但我呢 会 讲的过程中 结合 我讲的 节目 出示一些贝壳 给大家看 首先来说一下 什么是贝壳 贝壳 很 普通的一个概念 我们 所有的人 基本上 或多或少 看见过贝壳 没有水虫 没见过贝壳的 也没有任何人说 没有听说过贝壳的 一定 听说过贝壳 也一定见过一种两种贝壳 世界上贝壳很多 但是呢 虽然 人人都见过贝壳 但是呢 和什么鸟类呀 鱼类呀 甚至跟恐龙比 都不能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平常 一般的人啊 你很难说出三五个贝壳的名字 不信 大家 自己想想看 你能说出来的贝壳的名字 有几个 有几种贝壳 你是能准确的说出名字来 就是一方面 我们生活中 人人都知道贝壳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认识的贝壳 非常非常少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起 什么是贝壳呢 如果我拿一个贝壳放在你面前 几乎人人都能一口说出来 这是贝壳 但是我要你给出一个贝壳的定义 很多人会给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从小学生物的时候 不会学到这一块来 不会学到这一块来 贝壳呢 如果从生物学的 分类学的角度来讲 它是 一个门 我们讲生物分类来讲 界门 刚不 磕 属 种 它是一个门 软体动物门 这一个门的动物 它有的 这个 外壳 我们就叫它贝壳 所以这个软体动物呢 跟 我们日常理解的还是不一样 容易出一些小问题 哪一些问题呢 就是 看名字 才含义 软体动物软软的 同样还有一个名词 我们也知道的 就是爬行动物 也是不能看名字 看这个汉字 软体动物呢 这一个 也能知道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认为 我们是不认为 有的时候 我们不认为 衔助 次的对 我们们 在手中 周知 我们 去 大家 准备 早 起来 争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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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触手 触手上还有吸盘 这个我们统统叫投竹缸 所以这个投竹缸实际上就是乌贼、章鱼、船哨 这一类的、鸚鲁罗这一类的都是这一个 这也是一种贝壳 还有一种贝壳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 像一根象牙一样 像一根象牙一样 这个也是贝壳 这个叫象牙贝 这个就叫象牙贝 象牙贝还可以有绿色的 大家看 这一个小一点 是绿色的象牙贝 象牙贝在分类学上我们就叫 绝竹缸 绝就是绝 就是挖绝的绝 泥吧 它长到这一个泥沙里头 投入出来 这个叫绝竹缸 这也是贝壳 也是贝壳 这是我们日常不太见到的 但是像这个 这么大一个象牙贝 实际上我们浙江东海 就是浙江这一带 很多的 很多的 只是里面出一页而已 这一根呢 我们国家的南海 就有这种青象牙贝 是绿色 所以这也是贝壳 除了这一个以外 还有一种贝壳 也是非常非常量很大 非常非常普通 但是 我们平时都没见过 就这种叫石鳖 这叫多板岗 石鳖这种贝壳呢 你要是从大连 到我们国家的海岸岛 只要你找到有岩石的海岸 都有这个 只是你没观察 对于我们来说 它就是随手可得的物种 它就趴在那个岩石缝里头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你下次去海边 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八块板构成一个贝壳 八块 我们双壳钢就是两块 这个呢 有八块 它就在那个岩石缝里头 它也不会伤人 不会咬脸 所以呢 大致来说 就是最常见的贝壳 我们说的这五个 罗类 酸壳 这个 船哨类 还有象牙背 还有这个 这一些都是软体动物 从科学上来说 我们说的稍微把它详细一点啊 就说你要给这个软体动物们 总结一个共同特征的时候 非常非常难 什么意思啊 这个软体动物们 章鱼可以说非常聪明 智力非常高超 运动能力也非常强 那么强大的触碗 吸盘 然后非常聪明 认识能力也好 能够迎巢穴等等都可以做 但是碰到双壳缸 双壳缸的动物 跟那个章鱼差多远 双壳缸 它连个头都没有 什么意思 它没有头 那又连嘴巴都没有 对吧 什么意思 这个 头上的所有的器官都会有 所以它差很远很远啊 所以那个软体动物们 它里头的各个缸的动物 差很远 所以你要给出一个 很笼统的定义来 非常非常难啊 一般来说 我们就把这几个缸里头的物种 都是很好定义的 唯独把它定义成一个门的时候 就非常难 但是现在也没人拆分这个门 也没人拆分这个门 那么我们讲到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下面一个呢 那就是我们讲一讲 就是这些贝壳 生活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说这个贝壳非常多非常多吗 那么它生活在哪儿 我跟大家说一下 哪里有贝壳 哪里可以找到贝壳 首先 这些最容易想到的海螺 对吧 大海里头 大海里有贝壳 大海里的贝壳 大海里的贝壳 特别多 有的呢 还特别大 像这种 也是大海里的贝壳 是不是 这叫波螺 这也是大海里 这也是大海里 从西非过来的贝壳 这种海螺 各头特别大 特别漂亮 里头还可以长金珠什么的 长出来一个黄色的 这些都是海螺 所以海里有贝壳 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没有任何疑问 海里长贝壳呢 可以长到有海水的地方 就有贝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从那个海水飞溅才能打湿的地方 就在海水暗线上面一点的地方 一直到潜水 一直到深水 一直到那种深渊 到现在为止 只要是人类探索过的深度 海洋里头 人类下去探索过的 做过生物标本采集的 任何深度 都有贝壳 任何深度都有贝壳 所以海贝 基本上有海水 就一定有海贝 海贝呢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五个缸 什么绝竹的 头竹的 多半的 双壳的 海贝 全都有 全都有 除了海里有贝壳 接下来哪个地方还有很多贝壳呢 淡水 江河 湖泊 比如说 像这样一个 大家能够认出来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河泊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河泊 这我们国家的河泊 河泊 一个河泊就是长在淡水环境里头的 有河泊 河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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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随便一个小沟沟 区区的 都有 然后呢 在淡水里头 有这个双壳类 还有罗类 还有罗类就是哪一类 比如说田螺 我们举个例子 田螺 这个田螺跟海螺关系很近的 同一个缸的 这个河泊 它跟那个海里的那一个 海 海上之类的 也是一样的 双壳缸 所以淡水里头 也有很多很多的贝壳 它从海水进入淡水 那么除了海水 淡水里头有很多的贝壳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有贝壳 陆地上 陆地上也是有很多很多贝壳的 比如说像这两个贝壳 这两个蜗牛壳 这两个蜗牛壳 这个呢 就赫云马老罗 我们国家南方有 特别大 我们叫它非洲大蜗牛 这个呢 是菲律宾这一带有的 比较蜗牛 个头也很大 也不是最大的 有一些蜗牛壳 可以很大 比如说这一个 这个西非马老罗 实际上呢 它就是蜗牛 注意啊 在我们到了分类学上 这个蜗牛和海螺和田螺 它们都属于富足缸 所以陆地上的很多的蜗牛 我们有的叫蜗牛 但是大部分人 在分类学家这里 仍然叫螺 比如说这个叫马老罗 仍然叫它螺 它还是 那么像这样呢 它长在什么地方 长在树上 或者地上 都可以 它爬 这是蜗牛 那么呢 它实际上呢 跟海螺啊 跟田螺啊 它们都是富足缸的物种 所以呢 这个就是 长在陆地上的贝壳 我们叫陆背 实际上就是蜗牛壳 所以哪一些地方有贝壳 实际上就是海水里都有 淡水里头有 陆地上有 陆地上你说 是不是只有热带的地方有 也不是 是不是只有森林里头有 也不是 实际上 陆地上只要有植物 有植被的地方 都有卧牛 实际上叫北非 像摩洛哥那一带 它那里不是很多沙漠吗 那沙漠里头有一些很 稀稀拉拉的 矮小的灌木 就那个灌木底下都会长蜗牛 为什么呢 因为蜗牛它只要有 食物来源 那些植物啊什么的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 长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海水 我说了两个地方 有海水的地方 就有贝壳 有淡水的地方 就有贝壳 就是有水的地方 就有贝壳 同样 它有植物的任何陆地 它都有贝壳 所以你说这个贝壳 分布地 就非常非常的广 非常非常的广 这么广 的分布面积 这么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一定会导致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呢 生物多样性特别好 生物多样性特别好 你全世界都有分布 全世界的那个环境 有各不相同 那一定会有 各不相同的物种 在那里分布 所以呢 就得特别多 那么贝壳的物种数量 特别多 多到什么程度 跟大家说一下啊 平时我们的注意力 会被明星物种吸引 比如说海里的大鲸 大鲨鱼 肉体上的狮子 老虎 熊猫 天空中飞的孔雀 等等吧 非常漂亮的 各种鹦鹉 各种鹦鹉之类的 但是这一些物种 它们的数量 跟贝壳比起来 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没多少 比如说哺乳动物 全世界才几 多少物种啊 跟这个贝壳比起来 完全不能比 所以 如果你从已经记录上 记录好了的 科学家命名了的物种 或者是根据一定的模型 来计算 世界上可能存在的物种 贝壳的物种数量 只比一个 类群要少 什么呢 昆虫 昆虫的物种数量 是最多的 接下来就是贝壳 所以你看大海里头啊 我们各种各样的纪录片 不管是Discary也好 BBC的纪录片也好 一会儿讲鱼龙 一会儿讲鲨鱼龙 一会儿讲这个讲那个 它不讲贝壳 但事实上在海里 物种数最多的动物 就是贝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到处都是贝壳 贝壳的物种数量也多 贝壳的个体数量也多 为什么它不引起注意呢 不引起注意呢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关注点 不一样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我们关注一个物种 两个特点 第一它太好看了 或者太稀奇了 特别大 特别壮观 或者像孔雀一样 特别漂亮 我们爱关注它 熊猫特别萌 第二种 就是它有好处 或者坏处 这两种 就是你要么特别好 特别坏 特别好啊 比如说可以吃啊 我们就会猪啊牛啊羊啊 这个肉好吃啊 我们很研究它研究它 还有一种特别坏啊 比如说它引起人类的疾病 传染病的一些物种 我们人类也要研究它 特别关注它 非常不幸的 像这个贝壳 吃嘛肉不多 然后呢 又安安静静的在一个地方生活着 一点声音都不出 还不像鸟这样会叫 也不像 甚至连个蚊子都不如 蚊子还嗡嗡嗡 咬你弄得你很痛 它又不危害你 又不出声响 安安静静的一个地方生活 大家都不注意它 所以这就是贝类它 引起我们关注啊 不多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我们现在 要是哪一个物种突然开始传疾病了 全世界的生物学家 医学家都研究它 大量的经费投入 它是贝克美对 只有很多年前 有血系虫 就是丁罗川血系虫 大家算是注意了一下 后来这一个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啊 然后呢 农业作业靠机械化啊 这一类不是大的威胁的 大家又不注意了 然后呢 仅仅有的几种满受重视的贝壳 就是牡蛎啦 文蛤啦 鲍鱼啦 为什么呢 因为好吃 因为好吃 所以受到重视 大量的贝壳 没人了 那么你说贝壳很多很多 贝壳究竟有多少多 我跟大家说一下 贝壳呢 一般认为是5到20万种 你说这个数字怎么这么大范围 就是算的标准不一样 有一些人会统计非常严格 在哪发表的模式标本在哪里 在哪里有分布地图片全部找好 一个一个对以上最严格的标准 5万 20万就是大家根据先有的 所有发表的数据进行统计 然后再进行一定的估算 估算地球上的某一类物种的数量 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问 大概20万 大概就是这样 看谁来数 5万到20万 这是物种数量 它每一个物种又还有很多个体 所以呢 它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会非常的 就是在生态圈里头 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特别像海螺 在海洋里头它比鱼还多嘛 所以它占有的那个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讲了这一些最 整体上的贝壳 下面讲一些大家感兴趣的事情 感兴趣的事情 就是贝壳吃什么 就是这一些软体动物它吃什么 其实呢 软体动物们我前面说了 非常庞杂 因为它各不相同 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实性 非常非常的 广阔 我们叫宽谱或者广谱 罗内 罗内有很多 比如说像这个罗 杀手欲罗 杀手欲罗 它吃鱼 你说它怎么吃鱼 我后面会讲到 反正它吃鱼 它在海里生活 它就吃鱼 它是罗 还有像保罗这一类的 它吃什么呢 它吃海藻 有植物性啊 或者海藻类的 它吃这一类的 所以呢 像那个章鱼啊 乌姐啊 那它吃鱼啊 什么的都可以吃 很厉害很厉害 那么 你说还有的 像河棒 河棒 我前面说了 双壳类的 它连一个 头都没有 它就是一根管子 吸水吸进去 那 它头都没有 没有嘴巴也没有牙齿 它怎么办 它吃什么 你可以说它吃水 你可以说它吃泥巴 为什么呢 它把这一个水流吸进去 这里头有的那些有机颗粒 很小的有机颗粒 它会把它吸收掉 然后 这就是它的食物 所以你们看到 有的人养鱼缸 它会丢两个河棒在里头 或者丢两个双壳都在里头 为什么 它过滤水吗 因为它把那个水都吸进去 把脏东西都把它当食物吃掉 然后呢 水就变干净了 有的人丢进去 这么大 那么小一个鱼缸 丢这么大一个河棒 这 它过滤很厉害的 它这 一天几十身水过滤下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很快这个鱼缸就干净了 干净了 然后这个河棒就饿死了 所以这也是 它吃的是这个 像这个蜗牛 蜗牛吃什么 这个呢 实际上 像这一类的 贺云马拉罗 在我们国家南方很多 这个广东那一带 它吃什么 它可以 像人类一样扎食 扎食 什么叫扎食 我跟你说 像这个贺云马拉罗 非洲大蜗牛 它爬在树上 它可以吃树叶子 人家种的那个木瓜 它可以把那个木瓜啃掉 但是下在地面上 它可以吃腐烂的叶子 然后如果有什么动物死了 动物的尸体留在那了 被它碰到了 它没有吃动物的能力 但是它碰到了 虾毛碰到死老鼠 死老鼠这样 它能够吃肉 它碰到什么吃什么 很多的蜗牛都是这样 碰到啥吃啥 新鲜的树叶 它就吃新鲜的树叶 然后腐烂的树叶 它就吃腐烂的树叶 因为它运动能力很很差 它跑不远 它说呢都就近取食 所以它进化的很厉害 碰到什么吃什么 所以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会养蜗牛 养蜗牛蛮好玩 你丢新鲜的菜叶子进去 它也吃 然后过几天 这菜叶子不新鲜了 变乱了 它继续吃 你也不用担心它吃了坏豆子 因为它本身也能吃腐烂的树叶 所以呢 这样呢就是食物 所以当你说贝利吃什么的时候 你一定记住 它非常的光满 不同的物种 有不同的进食方式 有像双壳类这样 直接吸泥巴吸水 过滤颗粒的 也有像杀手鱼螺这样 不准挑的鱼吃的 也有像这些蜗牛碰到啥吃啥 所以它这个吃的 其实不挑的 它不挑 总的来说就是生物的一般规律 就是说适应你的环境 适应你的环境 像这蜗牛它没得挑 它运动能力这么差 然后它又爬不快 它如果再挑死 它就拿着去走 所以周边有什么吃什么 就是它的一种生存的一种办法 生存的一种办法 下面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贝利 它是怎么繁殖的 怎么生小宝宝 其实呢 一句话解清楚了 都是卵生 都是卵生 就是产卵啊 机器人 终于当初 不羊 创第五位 没有是唯一 为甚至 现在 所谓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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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五种创造的 学术论文 410岁 没有那个动物超过它 这就是最长寿的动物 就是这个北极狗 像这样 他身上的这个年轮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这样一颗大概200条到300条 这样 这是最老的标本之一 很难弄到的 一般的年轻的时候的标本还是那种褐色 到了很老了才会变着灰色 这就叫北极狗 这就叫北极狗 所以呢 它的寿命 一般双壳类的寿命长一些 附属类的寿命短一些 运动特别厉害的动物 它寿命不长 在北极下面 它食物很少 很少运动 寿命代谢很慢 寿命很长 动得特别快的 就慢 寿命就短 比如说章鱼 章鱼一般就几年时间 前些年德国举行世界杯竹球赛 你们还记得吧 有一个章鱼很会预测 哪个对合赢哪个对合输 结果第二年章鱼就死掉了 当时很活泼 为什么呢 因为它寿命就这么三四年 这一类运动很厉害的动物 它寿命不长 这一类精子的动物 它运动少了 它代谢慢了 它寿命就会变得长一些 大致是这么 不能一一套 但大致是这样子一个规律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寿命 一般的窝牛 海螺大概一岁的也有 十岁的也有 然后双壳内的超过十年的会比较多 比如车渠也可以近百年 然后北极梗可以到四百多岁 所以这个是关于他们能够活多久 那么下面我讲了一些关于贝类的基本常识 今天我们要讲两个主题 一个讲贝克的基本常识 第二个就讲贝类和我们人类的关系 人类的关系 贝类和人类的关系呢 第一个就是作为食物的贝类 作为食物的贝类 大家看啊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好多人都很熟悉 我们中国呢很喜欢吃这个 对吧 这个就是作为食物的贝类 就说呢 我们常常的有一句话啊 叫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同样的一个问题 谁是第一个吃贝类的人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可以问 也有学术门文可以答的 可以答的 谁是第一个 很难说 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 就我们人类诞生以来 人类的历史有多长 吃贝类的历史就有多长 这个怎么给大家解释 我们这样的人 现在大家知道啊 人类不止我们一种人 在我们之前还有好多人 对吧 比如说永迪安德特人 有迪安德特人 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北京那边的那个北京元人 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这一类叫智人 对吧 我们智人诞生以后 历史不长 历史不长 然后呢有一些遗迹啊 考古啊 生活遗迹啊 反正只要是智人 早期也好 近期也好 生活都能找到人类吃过贝壳的痕迹 人类吃过贝壳的痕迹 有的会形成什么 吃贝类 常年累月的吃 然后贝壳的壳呢 就空壳就扔在一边 会形成小山 几米厚十几米厚 因为它有可能一个种群在那儿 一个家族啊 或者是一个小小部落啊 在那儿生活了五百年 甚至一千年 甚至一万年 它会堆很多很多的贝壳 这些我们都可以挖出来 所以呢 只要是我们智人 基本上都能吃贝壳 我们智人都能吃贝壳 但是有一点很好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动物的食谱 有一些是靠基因决定你吃它 比如说啊 比如说 烤烂 它吃那个艾树叶 不需要人教它 对吧 它基因决定 那个艾树叶是它的食物 对不对 有这一类的食物 还有就是像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的食物 食谱太广了 我们人类呢 应该说有一些是基因里头决定了 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甜的糖 但是有一类的东西 我们是凭认知来决定可以吃的 这人类聪明之处 把食谱扩大 我们不是靠基因来决定 告诉我们哪一些可以吃 哪些不可以吃 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们靠的是我们的知识 靠认知来决定 我们可以吃哪一些 现在看来 贝类是靠认知决定我们吃的 怎么证明呢 我看过一篇论文 他讲的说 尼安德特人就是比我们人类更早的人 他的那个遗迹 生活那个遗迹考古 基本上挖不到海贝 他即使是一个遗迹是靠海边的 在海边生活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吃海贝的堆积物 但是任何智人 就是我们这一类的人 靠海边的也好 靠湖边的也好 他们的生活遗迹里头 一定有这个吃贝壳 丢弃的空贝壳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可以认定 贝类是靠认知确定的食物 而不是靠基因确定的食物 对我们人类来说是这样 那么所有的考古都证实 就是智人诞生 最早的 最早的这一个遗迹里头 就开始吃贝壳 但是吃贝壳 会诞生人类不同的餐饮文化 什么叫餐饮文化 餐饮文化和餐饮科学是不一样的 餐饮科学讲这个东西有没有营养 有没有毒 可不可以吃 对吧 餐饮文化呢 是讲的是什么 喜不喜欢吃这个 喜不习惯吃这个 比如说辣椒 四川人吃辣椒 江浙人 上海这边的人吃辣椒要少得多 这是文化差异 不是科学差异 不是说上海这边人吃辣椒有毒 四川人吃了可以解读 没这个事 那么贝类的食用 有很大的文化差异 我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会吃田螺 淡水的田螺 螺丝粉现在大行其道 对吧 然后田螺塞肉 然后呢我们还有吃荷棒的也可以吃 叫荷棒焖饭 荷棒焖饭 然后呢有一次我跟美国的那个贝克艾伙者一起 也算是有名的 人家也算是个贝克艾伙家 他突然跟我说 哎呀何敬礼 你们中国人吃那个Franchi 就是这个荷棒 这个太恶心了 然后我一想怎么回事呢 我要反击他一想嘛 我说 你们这里的人吃蜗牛不是一样的吗 蜗牛恶心啊 我们中国人不吃蜗牛 我们中国现在也开始有人吃蜗牛了 烤蜗牛啊 举蜗牛啊 甚至在羊块餐店里还有卖蜗牛肉 但是你说人家北非人 北非就摩洛哥这一带的 樊帝中海这一带的人 他们吃蜗牛 我们把田螺用水一炒可以吃 但是来一碗那个蜗牛 连大大的用水烤了 你可能会吃 用水煮一碗连汤带水的蜗牛 你会吃完 你不会 但是人家摩洛哥人会啊 法国人会啊 所以呢 这都是餐饮文化 啊 餐饮文化 你说海螺 田螺 蜗牛有多大差别 没什么大的差别 我跟你说 这都是富竹钢物种 他们都是近亲 只是你喜欢吃 不喜欢吃 习惯吃 不习惯吃 啊 总的来说 黄帝中海这一带的人 欧洲啊 北非 喜欢吃蜗牛 我们亚洲这边的人 喜欢吃荷棒 吃田螺 啊 美国那边的人 他们介于 就是以海贝为主 淡水贝呢 和那个路贝都很少吃 啊 所以呢 这个差不多就是一种餐饮文化 而不是餐饮科学 总的来说啊 这一粒富竹钢的也好 双口钢的也好 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啊 都是可以吃的 有一些呢 海水如果被污染了啊 比如说有刺潮啊之类的污染了 那么像毛汉 也被生活污水污染了 它可能会导致人类生病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这个本身带的毒素 而是外源性的污染导致的啊 总的来说 贝类都是可以吃的 这就是人类啊 和贝类最紧密的一个关系 就是作为食物啊 作为食物 那么作为药物呢 有传统药物和现代药物之分 传统药物和现代 传统的药物呢 实际上就吃它的壳 可以呢 进行呢 补钙 就把壳烧了 再补钙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它本身太酸钙 这是传统智慧 还有一些欧洲啊 海洋岛国啊 他们呢 特别是欧洲啊 他们曾经流行过 就吃贝类有助于生育 这个不是没道理 但呢 并不是什么医药概念 它是营养概念 因为人类历史上 长期是处于蛋白质 肉类缺乏的阶段 不像现在 人类解决吃肉问题 很短很短的时间 长期是缺这些 所以你没有牛肉 没有羊肉 如果你刚 就这么想吃了 就是赶紧 吃完 什么 你怎么摸 去 自己 你怎么不打工 不吝啬 你怎么讲 这个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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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这个艺术领域里头呢 欧洲文化里特别多 有一幅名画叫《威拉斯的诞生》 那个女神威拉斯她脚下踩的就是一个贝壳 但你要记住 画家画这样一个形象 让她在这个贝壳里头出生 不是她突发意想 而是欧洲文化里头典型的素材 欧洲里头贝壳 三贝 苗葛 大量的运用 基本上都和庆典 婚庆 生育 这些联合在一块 你们看看英国的王妃戴安娜结婚的时候 全世界英联邦国家都发了邮票 那些邮票上无一例外都会配有贝壳 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的素材 文化元素 就像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 有蝙蝠啊 有桃子啊 这一类一样 对他们那时候一样 欧洲的各种建筑 比如到巴黎呀 这些地方去 它那个建筑表面的雕塑 一般都有被扇贝 贝壳 我们国家的那个西洋建筑里头 比如说圆明园 你肯定有印象 那里头被烧毁的圆明园 掉下来的石头里头 也有那个海 扇贝的那个形状 对吧 有那个扇贝的形状 所以这个就是欧洲文化里头 常见的一种元素在里头 如果你去考察欧洲的古典绘画 古典雕塑 还有那些家族徽章什么的 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背景 这是一种文化 一种文化 在欧洲特别盛行一些 在我们中国呢 就是拿它做各种工艺品的 也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罗电 就做的非常好 这一类的 还有比如说做工艺品的 比如说用海月做那个明瓦 过去没玻璃 那个贝壳磨磨瓶 磨到半透明 让它透光 让它透光 所以这个就是作为文化的元素 作为文化元素 下面呢 我们再讲一个 就是作为个人收藏 直接玩贝壳 其实直接收藏贝壳 贝壳像我这样子一个一个的 很好看 用柜子藏起来 摆起来 给大家玩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 欧洲大航海时期 就开始有的风气 特别是 挤这个贝壳呢 就像挤油条一样 各种好玩的贝壳 好看的贝壳 大家就把它放在家里 把它挤起来 然后呢就形成一个收藏文化 收藏圈 然后全世界里面都会有若干个 国际性的大型的贝壳 就是展这个贝壳 然后大家可以把贝壳拿去展览 也可以到贝壳上买等等 这个呢实际上呢 就是跟机友一样 大家挤着玩 我们中国呢 实际上 挤贝壳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在这之前呢 我们中国呢 一个老百姓手头 没那么多闲钱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 整个社会稍微封闭了一点 要弄到外国的这些贝壳不容易 这些年呢 因为国门大开 然后呢 大家生活上呢 也有一些闲钱 可以买一些贝壳 所以这就导致了 就是收藏 贝壳的风气 开始起来 最近呢 这几年呢 就发展得非常快 人也非常多 比如说今天夏天 我们举办贝壳嘉莲华 就是暑假期间 成千上万的人 现在我们在北京也办过贝壳 在海南办过贝壳 在郑州也办过贝壳 都是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 然后买贝壳回去 这呢实际上是一种收藏 是一种收藏 收藏呢 也不是像那个玩那个 闻玩古董啊 买那个什么 官腰瓷器啊 要那么多钱 大部分的贝壳都是很便宜的 大部分的贝壳都是很便宜的 所以喜欢 但是也有一些贝壳呢 会比较贵 会比较贵 我给大家呢 说两个就是说收藏的人喜欢的 比如说像这个叫龙公翁绒螺 叫龙公翁绒螺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东海的民币 个头这么大 其实还可以更大 喜欢的人特别多 因为他颜色也漂亮 稀有度呢 也还蛮稀有的 就是说呢 没有任何人说 我今天要去抓个龙公抓不到啊 没有任何人能够有目的的采集他 你只能碰机会 他怎么起来的 就是渔民在那用个网 在那个海底拖鱼嘛 刚好碰机会把他拖起来 换一个就算一个 有目的的是不可能 所以呢 收这个呢 实际上也是一样 就是说呢 他越稀有 越好看 那么他就会越贵 就越贵 那么呢 有一些收的时间 贝壳完的时间长呢 他们会追求一些 特别贵的一些物种贝壳 但是绝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人收贝壳 都是收普普通通的 有漂亮的贝壳 有些贝壳呢 很小 但是他很漂亮 有些贝壳呢 他很大 摆在这个架子上很好看 这些呢 实际上呢 对玩贝壳的人来说呢 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的 因为我前面说过 贝壳的多样性特别特别好 各种各样的贝壳 像这也是一个 这种呢 叫天王保罗 他这个牙齿特别壮观 大家看到了吗 牙齿特别壮观 这个呢 就叫天王保罗 这种呢 也很贵 但是呢 保罗你说几块钱一个的也有 几块钱一个的也有 所以这个实际上呢 也是收贝壳的人 经常经常会来玩的 那么收贝壳的人呢 在全世界来说呢 基本上都集中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欧洲 美国 特别多 然后到了菲律宾啊 巴西啊 这一类的 他们就是采壁壳的人 特别多一些 采了以后怎么卖给经济条件好一些 因为我们国内嘛 现在最近20年 生活条件改善很多 也出现了一些玩得起壁壳的人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所以呢 现在呢 全世界的 采壁壳的人呢 壁壳都可以卖到中国了 所以我们中国呢 也有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壁壳 几乎 全世界只要有人 能够把它采好了 弄干净了 卖给大家玩 那么在中国 就都能买到啊 然后呢 我也有很多壁壳啊 我平时呢 一般呢 说你要跑到我这里来 啊 和老师我一个不要 一个壁壁 一种壁壳要一个 你可以拿走一万多种 哈哈 非常非常多啊 全世界差不多 我这里供应清单 是非常的 这就是我们玩贝壳 如果有关于贝壳的问题 可以问 但是呢 也有可以去我的 有一个公主号 叫微信公主号 叫钢瓦蜡贝壳 钢瓦蜡贝壳 这里呢 就是我专门弄的 我的贝壳都放在那 然后呢 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去那留言 我都会回答 我都会回答 把这一个贝壳呢 当成业余爱好 是一个叫博物学爱好 博物学爱好有很多 有玩岩石矿石的 有玩鸟的 有玩鱼的 有玩画石的 花花草草的都有 贝壳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群体 但是呢 他有博物学爱好的 统一的特征 第一 你有这个爱好 你会很接近科学 你会去了解分类学的一些长词 或者是很深入的资深爱好者 会学会分类学的一些 很深奥的一些操作 有的我们的爱好者 说实话分类超过很多的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这个爱好 往往会变得爱读书 因为你要搞清楚他的名字 你要看书啊 看资料啊 等等 第三个呢 有博物学爱好的人 那慢慢你会爱出门 比如说你到哪里出差 剩下半天时间 如果你有一个博物学爱好 不管你是爱观鸟的 还是爱看花的 还是爱看贝壳的 你可能会选择你出差地附近的一座山 到山上去转一座 所以这个博物学的爱好 是非常让人受益的 非常让人受益的 现在呢 国内呢 有好多小孩子喜欢玩贝壳 这个呢 是蛮令人欣喜的 小孩子呢 其实你不要让他玩这些特别贵的贝壳 十块钱 二十块一样 二三十块一个的贝壳 好让他玩 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呢 有一些家长他们很好 他们呢 带他们到海边去玩 让他们带他们到菜市场去玩 或者到小河边上去玩 让他们自己去采窝牛啊 采核棒啊 采海螺啊 捡回来 弄干净 然后再做标签 在哪里采的 然后再想办法买书 或者是在网上查资料 把它叫什么名字 把它弄起来 啊 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群爱好者 然后呢 一般呢 说有个三五年 这些小孩会变得非常厉害 啊 变得就是 顺口能够说出好多贝壳名字 而且小时候都还不忘 啊 我很年轻的时候记得那些贝壳 我也记得 但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接触到的贝壳呢 往往我就忘了 啊 他叫什么名字 我还得再查书啊 或者再查电脑啊 然后才告诉人家 反正越早越接触的 啊 越早接触的 他就记得呢 越牢啊 记得呢 就越牢 这就是呢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我把它复述一下啊 第一个贝壳是 软体动物的外壳 或者叫外骨壳 软体动物们呢 是一个非常旁杂 旁杂 物种数量特别多的门 啊 有罗类 就是副竹缸 有酸壳类 就是酸壳缸 有象牙背 就绝竹缸 有石边 就多半个缸 还有呢 呃 有海水 有淡水 有水的地方就有贝壳 有植被的地方也有贝壳 所以物种数特别多 仅仅比昆虫少 但是 每个人能够说出来的贝壳又特别少 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 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到处都有贝壳 陆地上 你的房间屋厚 你生活在海水里头 淡水里头 到处都有 但是我们呢 因为它对我们人类危害 好处呢 至少现在看来好处不大 所以呢 我们比较忽略它们 啊 所以这个 希望大家呢 以后呢 慢慢变得 对它们感兴趣 它们的食物很杂 可以吃肉 可以吃植物 可以吃植物 也可以绿食 绿食就吃泥巴 吃水 吃汤 过滤里面呢 有几颗粒 它们的繁殖 一般是暖生 个别的物种 可能会暖胎生 暖胎生 它们的寿命 罗类 一般一到十岁左右 酸壳类 可以活到三四百岁 可以活到三四百岁 所以这是它们的 啊 繁殖 生长 和寿命 啊 人等 反正就是说 你就记住 今天你听了这些 你就记住一条 世界上 有一类动物 叫软体动物 它们的物种数量 除了昆虫之外 最多 跟我们生活相当密切 但我们不认识它 慢慢以后 我们会认识它 它们对我们人类的贡献 也会慢慢被我们发现 啊 有更多的焦虑要求的 找我的公主号 刚忘了被割 我们在那边再见 啊 有没有问题 啊 我等一会儿 再关这个直播啊 有问题我回答 没有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结束 啊 还有一点时间的话 我跟大家说一个小尝试啊 这是一个鲍鱼壳 大家看到吧 鲍鱼它就长在这个岩石上 基本上不动 表面会沉积很多很多的这个 死绘 这就是真正的野生鲍鱼 啊 这种呢 长得还蛮漂亮的 这种呢 就是家养的 我的公主号叫什么 叫钢瓦割 钢瓦割 钢瓦割 啊 呃 钢呢 就是 钢出来的钢 不要立刀旁 瓦呢 就是一片瓦割 那呢 就是双脚翅膀一个肋 啊 钢瓦割 一找就找到了啊 里面也承介绍 这种呢 就是干干净净的 这都是养殖的啊 这种呢 是看起来死绘这么多的 这个是真正的就是野生的啊 真正野生的 把它这个表面都扒掉 就成了这样 啊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 谢谢大家 罗女罗说讲了一个小时啊 谢谢大家 以后有问题 都可以到我的那个 呃 公众号上去问啊 再见